嗨我是Mita 母親節要到了 大家想還要送什麼禮物了嗎? 今天影片就要跟大家分享 我的母親節禮物推薦清單TOP5 那先大家打個預防針 就是這個TOP5呢 比較針對我個人母親的喜好 它就是一個非常愛美愛漂亮 喜歡一些香氛啊 就是跟美的事物有關的東西 那我也有分享一些比較心靈層面的禮物 就是可以跟大家一起來激發靈感 然後給大家當個參考 大家還是要考慮到自己媽媽的興趣啊喜好等等的 然後在進入今天的影片之前呢 記得先把我的Instagram追蹤起來 裡面要分享更多的即時動態還有我的穿搭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呢第一樣禮物就是卡片 我覺得無論是手工的卡片 或者是書局買現成的卡片 追蹤給媽媽媽媽媽應該都會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文字手寫啊 就是會有一種神奇的魔力神奇的溫度 你可以把這一整年啊 對媽媽的感謝啊寫在上面 趁機表達一下心意 因為我覺得現在很多人可能也是不善言遲 並不會常常把小媽媽 愛媽媽 謝謝媽媽這種話掛在嘴邊 那我覺得就可以趁著這個母親節的時候呢 寫下就是自己的心意 再來第二樣禮物呢 就是陪伴 是不是很抽象 可是我覺得願意花時間陪伴另外一個人 這就是最珍貴的禮物 因為代表你真的很愛他很重視他也才願意撥時間嘛 而且像現在就是很多人長大 可能到外地工作或是到外地讀書 和家人家處的時間就變得很少 這時候我覺得陪伴呢就是更加的珍貴 媽媽應該會很開心 你可以安排個兩天一夜的小旅行 或者是甚至一天都沒有關係 就是一天的行程 可能可以去吃個下午茶逛逛街或是踏青 看自己媽媽喜好是什麼 就在這一天好好的配合媽媽 那我覺得媽媽也不是說一定要去什麼很厲害的地方度假或什麼的 他只要就是孩子陪他身邊一起做他想要做的事 我覺得這件事情呢就是會讓他非常的開心 再來第三樣禮物呢就是SPA券 我覺得這種禮物就是媽媽他們收到會很開心 可是他們自己平常並不捨得花這個錢 去讓自己身體就是放鬆一下然後保養一下 那趁這個機會呢就是讓媽媽可以有時間就是好好的去放鬆 我覺得也是很不錯的 或者是女生你可以安排一場母女的SPA之旅 就是一起去按摩然後邊聊天 我覺得應該也很棒 再來第四樣禮物呢是養顏美容的食品 像是燕窩啊或是膠原蛋白這類的東西 我覺得食品算是比較安全的一個品項 因為就算你的媽媽沒有很喜歡 但是呢也是可以吃一吃就是就不佔空間了 因為以前我就送給我媽媽一雙涼鞋 可是她根本不喜歡也沒有再穿 就這樣供奉在鞋櫃裡 因為她知道是我的心意嘛 所以她還不捨得丟掉 那我就覺得這樣子就是白花錢的感覺 那如果你送這些養顏美容的食品啊 她就算沒有對這個很有興趣 她還是可以把它吃掉 然後又可以美美的然後不佔空間 我覺得是很棒的 那我自己的媽媽是很愛漂亮嘛 所以我覺得送這樣子的養顏美容的食品呢就還不錯 再來第五樣呢就是專櫃包養品 這樣呢也是我媽媽應該是最喜歡的禮物吧 因為呢她就是一個愛美愛漂亮喜歡保養的人 就是跟我一樣 那其實母親節呢各家白貨也會推出很多優惠的檔期 大家也可以趁著這個機會補貨或者是買禮物送給媽媽 像是大家應該每家白貨都會有的滿籤送白活動啊 或是一些信用卡的優惠等等的 這個我之前有拍過一支週年慶的攻略影片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點開底下的資訊欄 或是點上面這邊 那我也有針對幾個我媽媽比較喜歡的專櫃保養品的牌子 就是看了這次收購還有星光三月的母親碟優惠組合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一起來逛逛這些DM的概念 如果你對專櫃保養品或是針對手鈴基的保養比較不熟的話 就是也可以參考一下我推薦的這幾樣 然後還有哪一些就是我媽媽的愛用 接著呢我就依序從品牌來開始分享 首先第一個品牌呢就是亞斯蘭黛 那說亞斯蘭黛大家應該很熟悉的就是小中品吧 首先這個組合呢我覺得如果你也愛用的話呢 就可以順便幫自己補貨 它就是有兩罐小中品然後再加上送一瓶的意思 就還滿划算的就是可以擁有商品 或者是這一組它價位也比較高 就是如果你預算夠的話也可以選這瓶 這一組就是很多亞斯蘭黛的明星商品 像他們家的遠深露啊還有無敵霜 以及眼部的修護霜 我覺得都很不錯就是還滿適合媽媽的肌膚使用 無敵霜用起來也是比較滋潤的 可是我覺得它是滿清爽的不會到超厚重 然後它擦完之後我覺得皮膚真的會比較細緻 眼部的修護霜呢我覺得也是比較滋潤一點點 稍微比較適合熟齡肌 所以呢這一組我覺得也還滿適合送給媽媽的 如果預算稍微比較受限的話呢我覺得可以選這一組 它就是有小中品跟送比較小罐的其他的修護霜啊 還有眼部的修護霜 那因為我覺得像這種眼部的修護霜 用量非常非常的省 所以就算只有就是一點點的小小罐的話 我覺得也可以用滿久的 或是你也可以給媽媽試試看嘛 它可能沒有用過你剛好給它保養一下 如果有喜歡的話 以後可能生日啊或是明年母親節再送我覺得也OK 再來第二個牌子呢就是椒蘭 那椒蘭這一組我覺得還滿優惠的 然後價格呢也不會太高 就是預算可以稍微就是省一下 這一組裡面呢就是有他們家非常有名的平衡油 還有一些就是晚霜啊等等的 那我覺得它最可愛的是有送一瓶就是玫瑰淡香水 雖然只有五毛可是我覺得滿好攜帶的 那我覺得這一組呢非常適合我媽媽 因為我媽媽就是一個愛保養愛香水愛香氛的人 這一組我覺得很不錯耶 而且其實那個椒蘭的平衡油啊就是很適合熟齡機 因為它稍微比較滋潤一點 但是其實椒蘭的平衡油又不會到就是抹完油膩膩的 我覺得吸收度滿好的 就是它也是一個很適合熟齡機的保養 再來第三個品牌呢我推薦大家可以選擇蘭蔻 其實蘭蔻就是一個媽媽們都滿愛的一個品牌 那我自己也很喜歡 那這一組呢它就是他們家的小黑瓶組 然後有送小黑暗瓶的小小的試用包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就是剛好可以給媽媽試試看 那小黑瓶呢也稍微比較不挑膚質 如果媽媽肌膚比較偏油的話 我覺得這一組小黑瓶媽媽也是可以用的 所以這一組我覺得還滿不錯的 而且它也有送一些就是其他的東西可以讓媽媽試用看看 再來第三個品牌呢就是我愛的SKII 我媽媽也很喜歡之前我們有拍過一支也是母親節的影片 那時候我就有說過我媽媽用SKII青春露的效果真的很好 它就是有青春露跟他們家化妝水的這個組合 那他們家的化妝水我是還滿無感的啦 我就比較喜歡青春露這樣 或者是這一個組合我覺得也很不錯 它就是青春露加上一個100克的乳液 這組合我覺得會比剛剛那個我會比較喜歡 因為我覺得這個乳液至少它就是保濕滋潤 然後用起來就是皮膚也是滿穩定的 我覺得比化妝水好用一點 所以這個組合我會比較推薦 那SKII它有一個產品我也滿推薦 就是這個RNA的活膚霜 它真的非常的滋潤 而且它的滋潤是不會油膩的 它也有清爽版 因為我去年去日本啊 皮膚真的是乾到一個霜完全是另一個世界的感覺 就是超浮的 然後我就用這個RNA活膚霜 用了幾天之後那個妝可能變超貼 所以我覺得它的滋潤保濕效果真的很好 然後也會讓膚質真的有比較好 所以我還滿喜歡的 所以如果你對青春露還好沒什麼愛的話呢 也可以試試看這個活膚霜 就是可以給媽媽體驗一下 它也是一個滿適合就是熟齡肌的保養 而且它還送了這個拉提面膜 是不是很適合媽媽 而且我覺得它的售價就是也比剛剛的青春露可愛一點 所以這個組合呢我也滿推薦的 再來第五個品牌呢就是滋生糖 那滋生糖我媽媽很喜歡的就是他們家的白油乳霜 那這個組合呢就是白油乳霜的組合 而且我覺得它的價格就是比較可愛 如果你是學生就是存了一點錢 想要表達心意的話 我覺得這個組合就滿適合的 它就是主要就是它的乳霜 然後送了一些潔膚乳啊 還有一些復活路等等的 那它的價格真的是比較沒有負擔 所以如果你對預算有一點考量的話呢 就可以參考一下這個 那白油乳霜也是滿針對就是熟齡肌 就是一些抗老緊緻的一些功效 那擦完它的皮膚真的是 就是摸起來真的有比較細緻滑嫩 我覺得白油乳霜也很不錯 而且它是那種就是有滋潤度 但是也是屬於比較輕薄型的 就是不會那麼的油膩跟厚重 那如果比較有預算一點呢 就可以選擇他們家這個很有名的 是叫小紅品嗎 就是椰子生長很有名的一個保養品 那就是紅顏肌活路 它就是兩瓶妝的一個組合 如果媽媽以前原本就有在用的話呢 我覺得可以撐雞棒 那補貨一下也很不錯 再來第六個品牌呢 就是這個DEAL 那這個組合呢 我覺得它最可愛的是 它有送一個化妝包嘛 我覺得它送禮的時候還滿可愛的 然後媽媽品牌可以裝一些自己的保養品啊 就是一些小東西都可以 那裏面呢就是他們家的逆食能量精華啊 然後還有一些逆食能量奇蹟霜 那逆食能量系列呢 我自己也還滿喜歡的 就是擦完皮膚也會比較穩定 然後比較好 而且我覺得它還滿溫和的 不會有什麼刺激的感覺 或者是他們家這一個 逆食能量的緊緻眼霜組 就是我覺得媽媽稍微比較有年紀 就是手齡肌都會比較在意一些細紋的問題 那我覺得眼霜呢就是一個 還滿好的禮物 他們可以保養他們的眼周肌膚 看起來就會年輕又漂亮 那這一個化妝包我覺得也很好看 我覺得Dio很喜歡送化妝包耶 但是我覺得他們家化妝包都還滿有質感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組合呢也很不錯 然後它的價格也稍微比較親民一點 所以預算有限制的話呢 你可以選擇這個組合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的母親節 推薦禮物清單的Top5 就是不知道大家就是覺得怎麼樣 或者是你們送過什麼給你的媽媽 他們非常開心的就是有種的話呢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 就是我們可以來交換一下 大家送禮的一些心路歷程 這樣子我明年也可以參考一下 那希望你們喜歡這支影片啦 然後更多的集中在生活穿到美食分享 記得追蹤我的Instagram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